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港新增7宗新冠病毒确诊 在游马地海景斯丽酒店检疫后 确诊的43岁巴基斯坦女人 有9个家人或朋友也初步确诊 在铜锣湾渣店街 Little Boss宠物店上班的23岁女职员证实染疫 多个说她感染了Delta AY.127病毒株 暂时未找到感染的源头 虽然与来自巴基斯坦的病例 病毒基因排序是最近似 但仍然有十几座的差异 至于病毒会不会经由荷兰送港的宠物传染 当局会抽取样本发炎 我想Delta和Omicron那两个病毒 都有确诊个案在社区 而那两个个案都是暂时 起码我们都各有一宗 暂时找不到源头的个案 都是有分别可能有两个传播链 我们当然希望尽早追踪那些个案 以后将它的密切接触体检疫 初步确诊少过20宗 包括怀疑在检疫酒店受到感染 43岁巴基斯坦的女人出现一传九的情况 她五个同住屋的人 包括她先生和四个子女初步确诊 和她一起隔离的小朋友暂时未确诊 但小朋友有试过家人染疫 当中29岁的男人在深水埗做外卖速逮员 另一个9岁的男家人读李正屋官立小学 上个星期五最后一天上学 当局说染疫的43岁女人 完成隔离之后 曾经在酒店的门口 将个小朋友交给她的朋友 怀疑为感传染 当局在摄氏油麻地海景斯坦酒店 抽取的部分样本情阳性 包括相关酒店房门口的空气清新机 由空姐妈妈衍生的中信证券群组 继续扩大 染疫的71岁女访客 19岁读瞪镜波书院的男家人早前确诊 三个住在宝马山珊湖角的家人也都染疫 包括17岁读北角苏折工学中五男学生 读铜锣湾天尼斯道观纳小学的11岁女孩 她曾经同同学去过洛克道金威商业大厦 三楼一间补习社 共处大概4个钟 补习社的情况可能和普通上学的情况都差不多 当然我们都要再进一步了解清楚 因为他们都大了 还有戴口罩 我们都觉得不需要接受检疫 不过他们要接受强制检测 一个46岁的外傭检疫 曾经去19岁男人游堂家庭清洁 无线电视记者陈坚安报导 警方拘捕和落案起诉两个国泰前机仓服务员 涉嫌违反防疫规定 两人获准保释下个月初提堂 消息指他们分别是望月楼和家人吃饭的空中服务员 和去他屯门家吃饭的另一个同事 警方说两人分别在上个月24日和25日 由美国非抵香港 并分别在抵港的第二日和第三日 即是医学监察期间进行不必要活动 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599A章第15条 两人之后确诊Omicron变种病毒 其中一人先后引发望月楼群组 和屯门药防群组 累计至少十几人染疫 两人获准保释 下个月9日分别在屯门和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根据规例 一经定罪 最高可以判罚5000元和监禁6个月 再多两个地方被围封强制检测 大埔泰和村居和楼 昨晚大约7点钟被围封 当局说那栋大厦一个23岁女住客 前日在楼栋采养站的检测结果不确定 已经送院再检测 审慎喜见先围封大厦 另外寄与和43岁确诊巴基斯坦女人一起隔离的小朋友 她的家人也初步确诊 他们所住的长沙环园周街保华国 昨晚7点半也被围封强检 两处围封强检的居民都要在凌晨12点之前接受检测 目标早上大约7点完成行动 多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预约爆满 13间公立医院的接种站还可以拿到即日筹 接种伏必泰疫苗 新一轮疫情爆发 加上政府宣布食肆等处所即将实施疫苗气泡 多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近日大排长龙 网上预约系统显示 9间接种伏必泰疫苗的中心 除了星期五起投入服务的九龙塘和九龙湾 下星期开始预约名额比较多之外 其余的接种中心差不多预约爆满 接种科兴疫苗的新界地区差不多日日爆满 港九区就有较多位 预约不了也都可以到13间公立医院的接种站 不用预约每日派即日筹 只是限接种伏必泰疫苗 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每日派筹300个 中午来打针的人不算多 有职员说上星期来打针的人比较多 每朝10点派晒 这一天人流比较少 中午之后仍然有丑 有人用了大约半个小时打完针 其实我本身预约了疫苗中心 不过刚好我来复诊 看到这里有位置 我觉得挺方便便打了 当局说复诊或者访客都可以拿职日筹 不会好像社区疫苗中心 只是限60岁以上 有人不是来复诊都特意来打针 纯粹都是近住那里 又不用预约 听新闻说预约那些已经爆门 这两三个星期 那我就来这里 除了玛加利医院 其他公立医院的新冠疫苗接种站 服务时间是星期一至五 早四十万七 最后接种时间是刚好六点半 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指定私家诊所 或者流动接种站等打针 无线电视记者令 reading 昆布导 政府未来几个星期 将会向有需要的人免费派发 一共三十万套新冠病毒发速测试图状 派发对象包括老人家 外容和对身体状况有怀疑的人等 汇京18区地区民政事务署派发 比有需要的人自行检测及及早识别是否感染 当局强调有关套装不能代替强制检测要求 强检人士仍要去到流动采样站或社区检测中心等采样 民政事务总署上星期曾向屯门区居民免费派发 3000套快速测试套装 政府下个月24日扩展疫苗气泡去到所有食肆及表列处所 当局宣布相关要求将会涵盖安路远及残疾人士院舍的员工 所有员工无论是存职兼职或是替工 除非有医生证明不适宜打针 否则下个月24日开始必须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才可以在院舍工作 亦都需要在接种第一剂疫苗之后的八个星期内打第二剂 而不适合打针和接种疫苗未满14日的员工 就维持现行的定期检测 当局又说目前大约九成半的院舍员工 已经接种最少一剂新冠疫苗 稍后一会儿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2019年一个中六男学生被控在军堂以戒刀刺向警员颈部的案件 已经21岁的被告承认蓄意伤人 在高等法院被判囚7年9个月 案发在2019年的10月13日 涉事的警员接报去到港铁官堂站处理一宗桃鸭案 当时读中六的许天力用戒刀刺向一个警员的右颗 伤口长大约3.5厘米 警员部分烟喉管也都被刺中 游声带受损 声线沙瓦 留了院大约6日 被告当场被制服 被告事后承认蓄意伤人 企图谋杀罪就获准全党法庭 高等法院法官陈庆伟在判刑的时候说 这是2019年有一宗毫无意义的暴力事件 说即使政治理念不同 绝对不容许使用暴力 因为无助解决分歧 但只是会带来伤害 又说案件性质极之严重 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 因为控罪背后的动机 足以和谋杀相提并论 他相信被告在案发的时候 是随机拣选私集的对象 但明显早有预谋 由他当日的装扮和随身物品 可以见到是为了参与反政府示威 涉案的戒刀刀峰达到2.5厘米 事发的时候警方正在退场 过程中和示威者没有对视或冲突 被告行空的时候也没有受到挑衅 属于家营因素 被告刺向对方最脆弱的身体部位 暴力程度相当之高 涉事的警员受伤位置 如果有一厘米的偏差 就可以切断大动物 没有接受及时治疗的话 死亡率达到100% 而之后有被告的遗书被售出 可以见到他意志坚定 最终以1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 考虑到被告认罪 获减刑至到7年9个月 法官又提到 事后涉事的警员和家人 被起底和恐吓 子女因而专效 虽然与被告无关 但法庭需要谴责和追究 这些针对无辜小朋友的行为 无线电视机在中卓起报道 太平洋岛国汤家 海底火山爆发引发海啸之后 当地的灾情仍然未明 据报当地电力陆续恢复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徐俊逸 美国星期一是马丁路德金 纪念日假期 金融市场优市 我们来看看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68点 法国cat指数升66点 德国tech指数升54点 莫德纳药厂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进展正面 莫德纳行政总裁邦塞尔指出 针对变种病毒Omicron的疫苗 将在未来几星期进行临床测试 与其3月向药物监管部门 呈交测试结果 他有指正研究结合新冠加强剂 和流感疫苗 最乐观开 可望在2023年秋季推出 内地成品油价格星期二起调高 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 根据近期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机制 自星期二凌晨起 内地汽油价格每吨加价345元人民币 柴油价格每吨加价330元人民币 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 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 并确保市场供应稳定 有分析预计 内地有足够空间防宽政策 以稳定经济 我们希望PBUC 继续继续继续 剪成为100元人民币 在第一半半的年轻人 会继续继续继续 增长的货币 在电脑上 在联系上 在同时 给了国家更多 用力量 以为支持 标签 货币 中国恒大计划今个月交楼三万锁 恒大在社交媒体公布 今个月以来 沈阳、松山、清远等12个项目陆续交楼 截至去年12月恒大全国复工率有近九成三 上月完成交楼三万七千锁 少过之前承诺的三万九千锁 彭博引述销售文件说 世贸集团主席许荣贸考虑放售中环中心两层办公室 作格大约十五亿港元 土地记录也显示 许荣贸在去年10月已经将中环中心部分物业抵押给升展香港 另外路透引述消息说 世贸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ABS 在持有人会议上获通过延迟还款 涉及本金4亿5千万元人民币 将在年底前分四期支付 金元集团预告 去年的基本利润将会倒退 公司预计去年纯利增长最多7% 增至超过30亿元人民币 但扣除非经常选益之后 估计利润倒退最多近一成半 其内水泥和熟料销量下降7% 多谢收睇无线财经快信再回 欢迎收睇新闻 我是徐信日 警方拘捕和落案起诉两个国泰前机仓服务员 涉嫌违反防疫规定 两个人获准保释 下个月初提堂 消息说 他们分别是到望月楼和家人用膳的空中服务员 以及到他屯门家吃饭的另一个同事 警方说两个人分别在上个月24日和25日 从美国飞抵香港 并分别在抵港第二日和第三日 即是医学监察期间进行不必要活动 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 599A箱第15条 两个人期后确诊Omicron变种病毒 其中一人先后引发望月楼群数 以及屯门药防群数 累介至少十多人染疫 两个人获准保释 下个月9日分别在屯门及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根据规例 一经定罪 最高可判罚5000元和监禁6个月 苏高湾检疫中心即日起 安排原本要检疫21日的Omicron个案的密切接触者 分批提早离开 对于检疫中心近期被试安排混乱 有议员建议当局借调其他部门人员协助 加快运作流程 文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 晚上7点多坐试驾车离开足高湾检疫中心 他所属的港区人大代表 红维民生日派对群组 是先获离营的其中一批 群组今个月3号聚会 他的密切接触者 原定今个月24号才满21日检疫 他了解群组内的其他官员 包括入境处处长欧嘉宏 海关前关长邓尔海 和主角洪维民都已经离开了检疫中心 传播人按照规定 仍然要自我监察7天 期间可以出街 但要避免参与社交活动 星期六要再做检测 政府日前解释 近日不少已经打了疫苗的检疫人士 提出炎抗体缩短检疫期 因此在有条件之下做这个安排 他们一定要有一个阴性的检测报告 才可以陆续安排他们有罪离开检疫中心 不过被红维民生日派对群组 早出现个案的铜锣湾东海会群组 和天后鹿田园群组的密切接触者 反而要迟一日离开 有立法会议员说 足够湾检疫中心内的检测 和其他接送环节的安排都有混乱 同一批人进去这个隔离营 但是去到比如说第10天的时候 会有些人是检测多过另外那些人两三次 因为它的热线长期都打不通 而可能相关的这些人士 其实它是要等待 卫生防护中心的进一步的指示 需要等它找车去接它的时候 都等很久呢 这个就因为反映了可能 整个政府在处理这个安排车 去接送那些涉事的人士来说 都仍是有出现不足的情况 他们建议除了文安队之外 可以借调其他部门的人员去加快流程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K报道 下个月24日起 所有进入中文大学校园人士 必须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新规定包括进入校园的教职员 学生、住户、承包商以及访客 有合理原因未能接种的教职员和学生 每星期要在网上申报接种记录 或者提交病毒测试结果 只可以继续进入校园 北京早前发现的Omicron本地个案 当局不排除是接触国际邮件之后染病 呼吁民送减消网救海外商品 北京疾控中心通报经临床和病毒量变化分析 那种Omicron本地个案属于早期感染阶段 经济因排序确认同内地其他患者的Omicron病毒株不同 但是同去年12月在北美和新加坡等地分离的部分毒株相似 而确诊者曾经接触由加拿大寄出的邮件 邮件内外的样本检测结果都是呈阳性 个邮件途经美国和香港再转到北京 当局说近期多宗病例都是由带病毒境外邮件引发 呼吁民众小心 内地星期日新增163宗新冠本地病例 当中天津占80宗 河南有68宗 而广东生增的9宗病例里面 3宗有Omicron变异病毒株 其中梅州和中山的病例都是与珠海有关联 而深圳的个案经基因排序确认是全新疫情 由于病人曾经拆开来自北美的包裹 不排除因为这样受到感染 另外珠海也有5个密切接触者确诊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尔报道 内地春运开始 由于多地有疫情 车站加强防疫 疫情反复打乱了不少人返乡的计划 有旅客要从湖南改飞北京再返回天津 住北京记者梁卓恩报道 春运首日 北京站一早有人带同行李来到 入车站之前要先素描健康码 有在湖南读书的学生 原定搭飞机飞回去天津 但受到疫情影响航班取消 就是滨海的机票被退了 又不让飞了 然后只能飞到北京 然后再到天津 我现在很着急 一会我就改错过那趟车了 这个在北京打工的山东人 事隔近一年回乡下 凌晨3点钟已经起床做准备 冬奥两个星期之后开幕 为了保障春运期间冬奥的运输服务 蔡区所在的张家口等地 加强对外来人士的防疫管理 要求到张家口、酸化、崇礼等站的乘客 需要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在北京北站对开这里 也设有核酸采养站 但在近日已经暂停运作 有在场职员就指导乘客 去到步行距离大约15分钟的地方做检测 而在广州东站的核酸检测站 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乘客 凭车票可以免费一次做核酸检测 24小时内有结果 在这个公共卫生上 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动态的清洁 就是我们的人员寻查 哪里发现脏了就会给它扫一下 哪里的有污染了 马上要用这个消毒剂把它清洗之后再消毒 今年春运一共40日 2月25日结束 期间全国铁路预计有2亿8千万人次乘搭 比去年同期增长28.5%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梁卓音报道 因应防疫 下个月开幕的北京冬奥改为 只是组织观众现场棺材 不会公开售票 北京冬奥组委公布 鉴于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 为了保障相关人员和观众的健康安全 决定调整计划 由原本打算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 改为定向组织观众现场棺材 观众在棺材前后以及棺材期间 都要严格遵守防疫要求 而在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之下 为赛事顺利举办营造良好氛围 冬奥去年9月曾经说 冬奥售票对象只限境内观众 不向境内观众售票 休息一会 回到其他新闻 一架私家车昨天在观塘泊位期间 围失控惨上行人路撞伤3个途人 警方说68岁司机没有罪驾 涉嫌危险驾驶被捕获准保释后查 涉事的私家车在意外之后停在观塘瑞和街的路边 事快早上9点半 观众提供的片段映到 私家车驶到路边泊位 调整停车位置期间 有途人在车尾行过 司机在退车的时候 私家车就在三条行车线之间打八字 铲上行人路 撞向路边的途人和店铺 再驶到路中间才停下 随和街的这段路 有多间食物店铺 也有街市滩当 当时人来人往 三个年约六十多岁的徒人 包括手、右边身体和头手轻伤 68岁的男司机就报清头昏不舒服 全部送往联合医院 而司机就涉验危险驾驶被捕 有专家说停车之后再开车 专注力或者会下降 容易发生意外 踩油的时间 香港人也一开车 一起步就踩大油 换句话说 导致今次的严重意外 他的车就失控了 驾车的人士 除了行车的专注 也都要留意一下 停车的安全的守质 和停车的安全的位置 有没有需要再向前或者向后 不过停车的话 始终一停下就要拉紧的守质 他希望政府加强宣传革省安全守质 无线电视记者来启申不道 很多人都听过感染新冠病毒 会影响美国和臭国 但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 还有一个以往少听到的病声 是些什么呢 过去两年 我们天天接触疫情资讯 不少人都成为半个病毒专家 今天就考考大家 失去臭国和脑袋运动 谁才是感染Omicron的病征呢 我之前看过有些病毒是会失去臭独 我曾经有感冒 然后暈 从来没有试过不见了那个味道 失去臭国我知道了 但如果你病到发烧不舒服 你都会稳稳稳稳稳稳的 在血脑屏障的保护下 即使病毒感染人体 一半都无法入侵大脑造成损伤 但外国有研究说 新冠病毒可能阻断大脑的养分供应 攻击脑下垂体 抑制皮质纯分泌等 造成脑袋的情况 可能集中力会慢些 或者会有所影响 反应会慢些 还有他的记性会有些差了 另外甚至有些人 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病 或者甚至乎抑鬱的情况 所以我想都是影响我们的大脑 中枢神经为主 郑奇因指曾经感染病毒或者接种疫苗 再感染Omicron时病症未必那么明显 市民要小心留意身体状况 有需要时尽早求疑 武线电视记者郭显慧报道 日本的新冠疫情恶化 政府考虑在东京都以及附近三个院 实施防疫重点措施 南韩的疫情就有所缓和 当局宣布在陆内传播风险低的场所 不用执行疫苗通行性制度 无妄 稍后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